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神秘的客人既不是美国当时的商业巨头 也不是知名的电影明星 却受到了福克斯公司高度的重视 也就在这一天 在这一间录影棚内 一条极具历史价值的罕见视频即将诞生 随着一阵清脆的脚步声 一个穿着华丽清朝服饰的女子 出现在大家的饰饮 她手捧着鲜花 脚踩着花板底的鞋 笑盈盈地走了进来 这个女子 曾经可是紫禁城里的一位大红人 紫禁城里的红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纽约 她是谁 视频里的内容又是什么 别急 录制正好开始了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您诸位好啊 我想您诸位不懂中国话 所以我现在要说英国话 The world today Is passing through The most tremendous period Where we are just month Of mankind have seen And the real desire To do away with war Is being manifested Peace on earth And good will towards man Can onl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Of one nation towards another Since I have been in this country Through my writings And lecturing 我一直以为中国和美国的美国的意见 在象征上的美美、艺术体和文化的一面 我drawing this side of the Chinese life is now little known here 这段视频珍藏于美国南凯罗来纳大学 由21世纪福克斯公司捐赠 而视频的标题处赫然写着 德灵公主关于世界和平的演讲 对于被称作德灵公主的这个女子 很多人是通过她的书 了解她的少女时代 青年时代和宫中岁月 但对于她后来的经历 却因为史料的稀缺而显为人知 随着德灵的这段视频 近期的面试 又勾起了人们 对于她后半生的探知兴趣 不过说来也奇怪 根据史料记载 德灵在当时紫禁城中只是一个女官 女官 换种直白的说法 那就是高级的宫女 可为什么这段视频却称她为公主呢 德灵公主原名玉德灵 1886年出生于武昌 后在荆州度过了童年时光 其父玉庚 本是一名四品候补小官 专管上自宜昌 下棋乌乎等沿江口岸城市的阳雾事宜 1894年 甲午战败后 清廷集圈一名日本公使 随派德灵的父亲玉庚 担任外交官前往日本 自1895年开始 年仅九岁的德灵 以及全家人 随父亲先后出使日本和巴黎 直到1903年春天 回到北京 由于母亲是个法国人 再加上数年国外生活 德灵不仅学会了多门外语 精通各国国情 还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 成为了一名知识女性 德灵是在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下进宫的呢 在宫中 她又是为谁效力呢 很快 随着几张照片的出现 我们找到了答案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 照片正宗地做的这个人 想必没有人不认识她 她就是晚清的重要人物 叶赫纳拉姓真 也就是慈禧太后 而站在慈禧左边的这个小女孩 正是年仅17岁的德灵 没错 德灵正是慈禧点名点姓 招进宫来 再来看第二张 这张照片是众人陪着慈禧 娶颐和缘游玩 在这张照片中 德灵并没有跟母亲和妹妹站在一起 而是站在了慈禧的右手边 甚至比皇后和慈禧距离还近 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轻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中国军民奋起抵抗 但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国的侵略 终于赔款各地高中 从这一刻起 战争开始席卷中国 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法战争 甲午海战相继爆发 清政府割地赔款 中国开启了漫长的居辱历史 慈禧掌握国家大权的那段时间 正是清朝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时间 此时的大清帝国 虽然表面还维持着光鲜 但实际上 已如一艘千疮百孔的大破船 行驶在暗礁密布的航道上 1900年 在列强还自内游外患的局面下 慈禧不顾劝阻向八国宣战 可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 慈禧又扔下一切不管不顾 携光绪仓皇西逃了 直到1902年才回来 此时的攻中已经是一片狼藉 各式各样的花瓶碎了一地 代代相传的古丸也破得破摔的摔 宫里的亭台楼阁 都只剩下了残垣断壁 十字路上长满了青草 昔日华丽威武的皇城 已经变成了一座死城 看到了眼前的一切 颜面尽失的慈禧 对洋人恨之入骨 可如此痛恨西方的慈禧 又为什么会跟 自由变受西式教育的德灵 走到一起呢 很简单 此时的慈禧明白 当务之急就是要挽回自己已失的信誉 保住独裁的统治地位 他投降媚外 急于想勾结帝国主义室 在明亮的阳光下构成一幅绚丽的画卷 他觉得海淀是一个美丽的乡村 村里的儿童成群结队地出来 看他们的行列 当德灵听到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说 这些女人都是到宫里去做皇后的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德灵被眼前的圣景所震撼 这一切建筑都显得那么的美丽和雄伟 自己的国家看起来是那么的平和和美好 但是长久居住在国外的德灵没有意识到 此时的大清帝国 已是千疮百孔 无力回天 《清宫二年纪》 是德灵所写的第一部回忆录 它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详述了1903年至1904年 清廷攻进内院显为人知的生活事情 在这本书中 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 自己在前往颐和园市的满腔热情 听说太后有意思要留我们在宫中 若真是这样 我们可以有个机会劝劝太后 并且帮助她把中国的政治来一番革新 想到这里 我觉得非常兴奋 我发誓尽我的力 使中国成为一个前进富强的国家 就这样 聪慧善良的德灵 走进了满神秘 诡异 又异常险恶的皇宫 满怀美好向往的她并不知道 在这里 她将窥见一个 没落王朝在历史的烟云中 慢慢走向衰亡的最后成长 据德灵的著作《清宫二年纪》记载 才刚一进宫 德灵就听说 俄国大使夫人要来 这次见面 慈禧特意带上了精通多国语言的德灵 为她做翻译工作 未免结束后 慈禧太后非常高兴 并说 以前从来没有人翻译得像你今天这样 我虽然不懂外语 但我看得出你讲得很流利 有时候 外国女子会自己带翻译来 但我一点都听不懂她们的中国话 我实在喜欢你 我要你一声跟着我 就这样 德灵就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外语才能 和天生灵力的口才 成为了慈禧的御用翻译官 而在德灵和慈禧的接触中 她发现当时的慈禧身为一国之主 却对西方的了解十分片面 她常常向德灵提出一些 啼笑皆非的问题 比如说 外国人生病都吃什么药 听说他们吃药片 药片是什么 外国的传教士 是不是总是拐骗中国的小孩 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 做药呢 当时的慈禧可以说 对西方的东西既排斥 又好奇 她倒听途说了很多的传闻 而自德灵入宫以来 便成了慈禧的百科全书 对慈禧的好笑的提问 一一解答 她广阔的见识 很快便赢得了慈禧的喜爱 可是光得到肤浅的喜爱 是不够的 德灵明白 要想劝说慈禧变革 需要更多的宠爱和信任 一九零三年的一天早晨 许多大臣就在养心殿门前 等候着慈禧的到来 原定今天是早朝的日子 可现在八点已过 却迟迟不见慈禧的影子 慈禧是因为什么事 耽误了吗 大臣们在门口等了许久 慈禧才姗姗来迟 而在整个上朝过程中 慈禧都心不在焉 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事似的 从她的一举一动 都能看得出来 她正急着结束这次早朝 果然平日已能开 几个时辰的早朝 今天只用了二十分钟 就结束了 到底是什么事 让慈禧如此的浑迁梦营呢 原来 最近慈禧迷上了一个 从西方传入的玩意儿 照相机 今天的早朝 也是因为拍照才耽误时间 而为她拍照的摄影师呢 正是德林的哥哥 浑迁梦营是玉庚的次子 她曾经远赴法国 专门学习拍照技术 后来成了慈禧的 御用摄影师 这天晴空万里 天气很好 早上八点 德林呢便叫哥哥 早早地到庭院里侍候着 太后呢来到庭院 仔细地端向着照相机 另一个太监站到相机前面 自己呢则透过趋情计 往来望出去 她忽然大叫道 哎 为什么你的头在下面 你现在是头站着 还是脚站着 德林盲向太后解释 照好之后啊 人就不颠倒了 慈禧因为亲自看了 所以很是高兴 觉得这个东西巧得很 把玩了许久 随后呢又上了轿子 命教夫给抬着 拍下了他人生第一张照片 也就是这张 在这张照片诞生之前 慈禧还从来没有允许过别人 给他拍照 可以说没有德林 这些照片 今天也许就不会呈现在 我们眼前了 在照相的过程中 慈禧对德林的喜爱 逐步加深 这个从外面回来的小姑娘 给她的生活带来 前所未有的刺激和新鲜感 再加上德林 诚实感受的个性 和老练的工作作风 慈禧对他 很快建立起一层信任 受宠后的德林 在宫中的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此时的他 依旧对皇宫抱有无限的幻想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 却使德林的思想 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 其实德林早就见过光绪 几次早朝的时候 他在慈禧身后的屏风里 还偷偷窥视过他 德林发现 光绪帝很奇怪 他就像个摆设 根本就没有皇帝的样子 虽然有时候慈禧 也让他问话 或者征寻他的意见 但光绪话总不多 有话也只是迎合慈禧的意思 德林觉得他 看起来很木讷 呆头呆脑的 但很快 这个印象就被彻底的颠覆了 据记载 德林在宫中那段时间 不仅要给慈禧做翻译 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教光绪帝 学英语 在清宫二年纪里 有对光绪帝这样的记录 他屡次告诉我 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抱负 他希望中国幸福 他爱他的百姓 逢到饥荒水汗的时候 他几乎愿意牺牲一切 来救助他们 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这些事情 是如何的关系 我每天早晨 碰见光绪皇帝 他常常趁我空的时候 问我些英文字 我很惊奇 他知道的字这么多 我觉得他非常有趣 两眼意义有神 他单独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会大笑 会开玩笑 但是一见到太后 就变得严肃 忧郁 光绪帝无常的性格 一开始让德灵很是奇怪 但在漫长的相处岁月中 德灵从光绪的口中得知了 在自己进宫前 这座华丽宫殿背后那些 不堪的往事 他也就终于明白了 光绪帝多变的缘由 当时衰弱的晚清 危机四伏 沉重的危机感刺痛着光绪 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晚 光绪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将所学的传统治国经书 复制一句 不久之后 光绪开始学习英语 立志向西方学习 除笔革新 挽救大清 1898年4月23日 光绪曾私自颁布 明定国事照 揭开了变法自强的序幕 据记载在变法的103天中 光绪颁布了 多达108道预指 涉及政治 经济 教育 等各方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戊须变法 而变法一开始 一向阴寻守旧的慈禧 竟然对如此凶猛的 变革势头 采取着默许的态度 这让光绪 自己都没有想到 在慈禧看来 此时的光绪 虽有亲政之名 仍无亲政之事 在推行变法之时 他从未在大事上做过主 他之所以没有立即阻止光绪 是因为当时的他 也意识到 大清的风雨飘摇 确乎需要新的措施来挽救 面对列强环子的局面 慈禧认为 与其逆势而动 不如把光绪 放在政治动荡的前台 自己以退为境 但是慈禧的退 绝不是全身而退 他依旧要保持 对光绪这个傀儡的 绝对控制 可是就在慈禧觉得 一切都摆密而无一书的时候 袁世凯向慈禧的宠信融入 泄露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皇帝户 皇帝戊戌辩法其中有一项举措 就是剥夺慈禧的权力 囚禁他 听闻后 慈禧火冒三丈 1898年7月28日 这天早上 光绪照例给慈禧请安 但这一天 慈禧没有答话 一言未发 9月28号 慈禧下诏 将戊戌六君子 斩首示众 通缉康有为和梁启超 罢免维新派官员 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 无需变法的新政全部被废除 从此 光绪被慈禧 长期软禁 除慈禧安排的人之外 不准见任何人 纵观历史 我们知道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光绪的政治生涯 已经结束了 此时的光绪 是多么的郁闷呢 他出入宫时 缺少关爱 编发之后 政治失忆 真非死后 意冷心灰 到现如今 他又是孤立无助的 而德灵的出现 却又给他的生活 带来了 一丝光亮 在漫长的时光里 德灵 很快就跟志志文心的 光绪帝熟络起来 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在清宫二年纪里 他这样写道 我们常常 谈到西方文明 我很惊议 他对于每一件事物 都懂得那样透着 光绪帝的聪明与通达 深深影响着德灵 他对光绪 有崇敬 有同情 在一日 与光绪聊天时 他就答应光绪帝 帮他劝说慈禧太后 推动新政 可是在德灵 答应光绪很久后 都没有对太后开口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 就在这段时间 德灵亲眼目睹了 对自己万般宠爱的太后 冷酷无情的一面 这些事情 让他根本不敢在慈禧面前 轻举妄动 这天是五月十五日的早晨 德灵打扮好了 到慈禧宫中去请安 当德灵到达太后的卧室 就发现 太后因为背腾 情绪非常不好 而偏偏惊天 给慈禧太后梳头的 那个太监又病倒了 叫另一个太监来带 这太后 有一个古怪的规矩 那就是梳头发的时候 不允许有头发掉落 这怎么可能呢 以前那个太监 是比较机灵 有头发落下来的时候 就偷偷地 自个儿藏起来 可今天这个太监啊 他是个老实人 他见着有头发落下来啊 就顿时手足无措了 太后在镜子里 看他慌慌张张的样子 便问道 有头发掉下来吗 这太监诚惶惶惶地说 是 太后顿时大怒 叫他 替我把他放回头上去 瞻老他 这太监顿时下哭了 跪在地上不断地请罪 可太后依旧没有消息 事后叫人当面 重重责罚了他 把他身上打得血肉 德灵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血腥的场面 看着这被打得满身是血的太监 听着他一声声地尖叫 德灵非常困惧 这件事后 德灵便发现 慈禧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责罚下人 比如 今天的饭菜不好吃了 他就要责罚厨子 宫女帮他拿错了袜子 他就要他们互相伤耳光 一次 太后甚至因为心情不悦 故意找茬 说德灵的头发不合格 其实 德灵跟每日并没有什么不同 可太后却非常严厉地责骂了他 这让德灵感到非常地害怕 这些小事情尚且如此 要是真的轻易向慈禧提及 政治方面的大事情 自己岂不是以身犯险吗 推动心政 劝太后违心 还要找个合适的事迹才能说 可是一件事的发生 却让德灵彻底明白 说服太后 到底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慈禧对德灵的信任逐步加深 他让德灵常办自己左右 而且还给他新增了一项工作 口译英文报纸和简讯 给自己听 一日 德灵为太后翻译 关于战争的消息的时候 一条新闻 引起了德灵的注意 新闻的大致内容是 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 已从巴达维亚到达新加坡 德灵觉得时机已到 便把这条信息一并读了出来 想看看慈禧的反应 不料 慈禧听后大惊 并愤怒地告诉德灵 康有为是中国的祸首 自从皇帝见了他 便想为心 他批判康有为是个叛徒 怒斥他们想先囚禁自己 再推行新政 见到慈禧这般反应后 德灵便也没有向太后 提为心的事情 因为他明白了 慈禧根深蒂固的腐朽观念 在此时已经很难被改变 说服太后这件事 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 德灵出入皇宫时 那满腔的热血与抱负 被彻底打嘴 看着已经几度没落的王宫 正一步步走向悬崖 自己却又什么都做不了 德灵很绝望 他觉得自己辜负了 光绪皇帝的期盼 1904年10月 慈禧七十大寿的日子临近了 为了布置太后大寿 宫里宫外忙开了锅 恰逢十日前又下了大雪 布置起来就更麻烦了 可太后却性质很好 她特别喜欢在下雪天出游 因此她找来德灵姐妹 陪她供赏颐和园 还专门叫来了德灵的哥哥 称这是照相的 大好日子 当一众人到达一和园时 那里已经是一片 银白色的冰雪世界 德灵毕竟还是一个 年纪轻轻的孩子 看到眼前的美景 她暂时忘却了 在宫里所见的一切 忘却了心里的遗憾 在这张照片里 她亲密地晚着慈禧 沉浸在这洁白无瑕的世界里 但她们谁都不曾想到 这是她们在宫中 留下的最后一组照片 这是慈禧赐给德灵的一个寿字 赏赐时间是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八 也正是慈禧七十岁大寿的前两天 慈禧写寿字是她的一大爱好 常常把寿字赏赐给别人 但是赏赐的都是立了宫的王公大臣 少有给后宫嫔妃的 更别说是那些 伺候过她的太监啊 宫女什么的 可见慈禧对德灵的喜爱 非同一般 郡主贤一等女官 臣得灵 得灵 郡主 没错 就在举行七十寿臣的万寿节时 慈禧太后乘兴当场 破格封赏德灵荣灵为郡主 不料 随着风赏的到来 这对姐妹在宫中的生活 也将告一段落 原本高高兴兴的两人 隔天却接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 他们赶忙向慈禧申请出宫 不久 待病情好转 德灵只身回到了宫中 次年 也就是一九零五年 德灵再次收到父亲病危的电报 便决定立即去上海 临行前 她向宫中个人与慈禧化别 人人都哭泣不止 太后也哭 大家都希望她尽快回到宫里 光绪亲自赶来 却一直站在一旁 一言不放 神情流露着不舍 直到德灵起身要离开 她才突然用德灵教给自己的英文 与德灵作别 然而此时的二人 都心知肚明 这一别 恐怕是再也不可能相见了 果然 玉庚于一九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逝世 德灵代孝百日 终究很难再回宫了 那么 离开皇宫后的德灵 又是怎么以宫主的身份成名的呢 这件事还要从德灵离宫后开始讲起 当时 德灵在上海认识美国住户副领事的塞迪斯 雷蒙德怀特 两人一见钟情 随坠入爱河 很快 一九零七年五月 与怀特在上海举行婚礼 并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此时的德灵虽然离宫已久 却还惦念着宫中的生活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自己离宫三年以后 竟然同时得到光绪和慈禧的死讯 1908年 年仅38岁的光绪便早早离世 在经研究得出光绪的头发中 含有超量的身之后 我们印证了光绪皇帝死于谋杀 是不是慈禧命人下毒 要了光绪的命呢 这个历史迷雾 至今都没有揭开 1908年11月14日 光绪驾崩的20个小时后 慈禧也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说 慈禧在与光绪的明正暗斗中 也只为自己赢得了20个小时而已 可对于事权如命的慈禧来说 这20个小时已经足矣 得知这一消息的德灵 心情非常复杂 他知道 在历史的洪流中 自己的力量太过微小 但心中仍对自己当时的无力和妥协 感到遗憾和内疚 他还能做什么 就在此刻 德灵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写作 说写就写 很快 1911年 德灵的第一本英文回忆录就诞生了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及的 清宫二年纪 自此 一鸣惊人 一板再板 成为当时流行一时的畅销书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1911年10月10日 随着武昌的一声枪响 辛亥革命爆发 接着 湖南等各省纷纷响应 不久在南京召开临时会议 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纪念改用公元纪念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 爱心觉罗普仪退位 至此 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地制 灰飞烟灭 值得注意的是 德灵对于宫中的生活的描述 事无巨细 这 也许也能多少透露出 德灵对于那段宫廷岁月 复杂的情感 自清宫二年纪问世以来 德灵在中外文坛上 崭露头角 声誉雀气 再加上他擅长用英文 书写清宫密文的特征 很快在海外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的书在一定程度上 保留下了清宫生活珍贵的史料 让外国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了 当时的中国 也就在这个时候 德灵公主这个名号 在国外流传开来 公主 这个错误呢 是第一位艺术他作品的 一位外国人所注下的 他只是草草地溢出了 Precis这个字 却没有考虑到在中国还有公主 郡主之分 德灵发现后 也将错就错 干脆以德灵公主作为自己的笔名 登在了书上 不久后 德灵随丈夫搬到了美国洛杉矶 虽然离开了祖国 但德灵救国的热情依旧没有熄灭 在美国 德灵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公益集资上 为了帮助鸡贫鸡弱的中国 他去各处发表演说 可令德灵难过的是 当时西方许多的民众 并不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德灵很苦恼 怎样才能让世界注意到中国呢 1930年 一个机会来临了 这年 德灵接受了 美国福克斯影音新闻的采访 也就是我们开头看到的那段视频 为了这段视频 德灵可是费尽了苦心的 在拍摄的当天 他特意穿着 慈禧太后送给他的长袍和珠宝 以中国公主的身份出镜 在镜头前 德灵极力呼吁和平 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呼声 由于公主的身份 和在西方鲜少见到的异域华服 这套视频已经发布 瞬间成为了媒体 与各阶层人士议论的焦点 人们讨论着他的服装 讨论着异域风情 也讨论着受难中的中国 这也是德灵的目的 让更多人看到 中国的独特之处 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去关注 了解中国 与此同时 德灵还跟丈夫 在美国生下了一个儿子 过上了正常女人的家庭生活 故事到了这里 好像就应该结束了 可世事总不会如人所愿 善良的德灵并没有因此得到幸福的结局 在1944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卡尔顿酒店前 发生了一起惨烈的车祸 一个亚裔女子在酒店前的十字路口 被一辆飞奔而行的货车撞到 当场不知甚了 这个女子就是德灵 当时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汉语老师 这天早上 德灵像往常一样抱着一摞课件 正准备前往学校 心里可能还反复预袭着 要为学生讲的内容 却不料自己的生命 永远地停止在这里 事后 警察久久不能联系到她的家人 而在德灵身后的酒店房间里 也并没有发现 她丈夫和儿子的任何物品 经过调查才得知 德灵已经孤身在这个酒店 住了两年的时间 原本拥有美满幸福家庭的德灵 怎么会如此孤独地死去呢 德灵在美国的这几年 究竟都经历了什么呢 德灵与丈夫怀特结婚没几年 便生下了儿子萧塞蒂斯 她天生聪明灵力 活泼好动 给德灵带来了人生中 最快乐的几年时光 可是好景不长 萧塞蒂斯还没能尝到 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便得了肺炎 最终一直无效而忘 在儿子去世后不久 丈夫怀特已倾情别恋 离开了德灵 德灵伤心欲绝 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为泥不振 1935年秋 伤心至极的德灵 曾最后一次独自回国探亲 她在上海都留了 很长一段时间 意在排遣心中的酬绪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她被中国巨大的变化 所镇住了 自1931年918事变爆发 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的铁梯之下 大量中国百姓被残忍杀害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5年 德灵回国的这一年 激动22个县沦陷 北平学生的129抗日救亡运动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这幅景象 无疑给德灵的心带来一击暴击 可当德灵看到了 用生命在奋起反抗的人民 看到了一个不愿屈服的中国 当年在宫里被打碎的热血 此时又重新被燃起了 1937年 全民族抗战爆发 德灵的报国处愿 终于得以诉诸实践 1938年 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 保卫中国同盟 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 和儿童的保健工作 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 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 宣传抗战的真实情况 募集大量的资金 药品及医疗 支援抗战 德灵积极响应 与海外同胞一起 筹集了大量的物资 这些物资运回国后 通过宋庆龄的精心安排 运往抗日根据地 由于史料的缺失 更详细的故事 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 直至意外去世 德灵一生 都在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着 去世前 德灵资深搬到伯克利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教授汉语课程 授课过程中 他常常饱寒深情地 讲起在宫中的那两年时光 挥说过往 遗憾 沉痛与思念的情绪 就会交织在一起 涌上心头 是德灵心中 又说不出的滋味 那不为人知的皇宫经历 顽固守旧的太后 怯懦无奈的光绪皇帝 都永远定格在过去 但历史的进程 却不会因此而停留 在德灵到美国以后 曾经为光绪写下了一本小说 名为《银台气血记》 从书里的一字一句 不难猜出他心中的遗憾 与惋惜 历史的洪流浩浩荡荡荡 个人在历史的进程中 犹如河流中的沙子 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可回头来看 德灵虽深知自己人为言轻 却没放弃过心中的信念 1930年 德灵在福克斯影音新闻 所留下的那段影像 时隔近一个世纪 仍旧令人动容 也许正是因为 在这漫长历史长河中 永不复返的岁月 以及他心中的那份 久久执念的 家国情怀吧